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纪念相声大师白泉福先生 赞成105周年专场演出的现场 我是天使文艺频道相声大会栏目的主持人李佳 很高兴和各位相会在这里 说到敬爱的白泉福先生 他出生于1919年 原籍北京 后来定居在天津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区域世家 祖父和父亲因创演滑稽二黄而得名 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父亲学唱滑稽二黄 与此同时他还和二叔学说相声 18岁正式拜师学艺 早年和侯宝林先生合作 后来和罗荣寿 郭玄宝先生合作 人称白罗郭 可能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 他和常宝廷先生搭档 也开创了滑稽捧根的先河 那今年是白泉福先生诞辰105周年 各地纷纷举办专场演出来纪念他 我们天津也不例外 今天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领衔 带来两场精彩的演出 那首先为大家奉献的是传承专场 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青年演员孙华晨和他的搭档 也是白泉福先生的再传弟子李学成 带来对口相声 绕口令 请欣赏 谢谢吧 感谢各位掌声鼓励 刚才人家这个主持人也说了 这个大会也看见了 今天这是纪念白泉福先生的专场 确实人家老先生值得纪念 到了晚年时期 人家耳朵听不见了 还能给人捧根 这属实人家这业务水平确实强 值得我们这个后背学习 您看今天我站的这个位置 也是捧根的位置 但是咱说实话 确实没有人白泉是强 而且说您可能各位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相声人家都是一对上来 到我这怎么就一个人上来 主要今天有一个原因 我这个搭档他有些事 具体是什么事不方便透露 据说是这个声带上面长了一个痔疮 所以说今天属实是这个抱病在身 来不了 所以今天我一个人呀 给您说的 你笑一跳呢 你笑我一跳你知道吗 您这什么味儿您这是 不是 周遵 您这是从我的 我们这说相声的 说相声 说什么的 说相声 想说 明白 相声 啥锅呀 水壶 喜悠记 红楼梦 你等会 老婆天门镇的墓碑影 你等会 说数的老相 那是评书 你们这个呢 我们这是相声 你们这个相声是骂行的 骂行的 就给您斗乐了 斗乐的 斗乐的 大乐小乐 唱乐大乐 问乐无乐 有乐模样吗 我看看 没明白 不明白 没明白 我跟您这么说 您就明白了 就乐吧给我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就现在呀 您欠人十万块钱 我走梦了 我欠人十万块钱 我咋就摸一五分钟 欠别人十万块钱 不是 你没欠 我都说你假装呀 那您说的走梦呢 我也没找你要 要我得给呀 就比方说 你现在呀 欠别人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没钱还 在家里待着 犯愁 书来溜达溜达吧 看见有一个说相声的 这么个地方 您进来听听相声 哈哈一笑 把这事就给忘了 明白了 懂了 明白了 说相声的 斗乐的形式 对了 怎么回事 欠别十万块钱 花不起了 从家里面 没得晃的 抽的晃的 没法花的呀 日子没法过的呀 听说这个说相声的 斗乐的 斗的我 哈哈一乐 是 恰恰的事都给忘了 忘了 出了门的 张主子还等着我了 那和我们就没关系了 不关一辈子 玩不了一辈子 你这说相声 说相声 我这跟您了 说笑话的 我跟我斗乐了 你斗乐话的 就在您们这个 说相声的 讲究这四个梦呢 讲究有四门功课 哪四门啊 说学斗唱 说学斗唱 你看看 咋都眼睛这玩意 眼睛 我大小我都聪明 是吗 老眼就这个 从小的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哪时候小啊 是 对吗 别看大小 咋子咋聪明 有那个小孩玩 那个遥控小汽车 玩具 我都弄了个回来 买了个汽车回来 我都把它给踩开了 把这零件 一件一件一件的麻座子上 啊 我都看明白了 什么呀 装饰装不上来 您这都废话 您这都 那都吃聪明 小时候 哦叫聪明 那么那个解放邻居 给我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 叫大虫 大虫 叫大虫啊 就您这个儿说 叫小虫差不多 小虫 大虫干嘛 大大虫名 哦这大虫名 虫大名了 哎呀还虫大名 大虫名 拿自己当根儿虫了您这还 您这怎么话 怎么了 您这怎么话 干嘛呀 我跟你说 你这说话都那么难听的 谁难听您这 没有你这样的 我怎么了 我这不跟你说笑 闹着玩的吧 你别说笑话 你这口音就不行 你知道吗 你别瞧不起我 我没瞧不起你 你这个说笑的 我都会 我都会说笑 您就会说笑 我都会说笑 就您这口音 您还说笑 你别瞧不起我这口音 我都会说笑 您就会 刚刚你说这个 说笑 那个说都能说吗 说呢 说的太多了 说个大笑话 小笑话 蹦蹦蹦蹦蹦蹦 憋死牛绕口令 绕口令 绕口令 我都会说 您就会说 我都会说绕口令 真能说 真能说 那这样 我给您说一绕口令 您能跟我说上来吗 您绝对能说上来 绝对能说上来 绝对能说上来 说不上来怎么办呢 说不上来 我拜你为老师父 说不上来 拜我为老师 行吗 行 我要说上来了 怎么着 你死去 你等会 你死去行吗 你等会 劲儿太大了 您这 别别别 你要说上来 给你买个冰棍行吗 买个冰棍 买个冰棍 让我量子量子 量子量子 行 行吗 说吧 听我这个 来着口令 说大南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手里这个蹦白的 白乎的蹦棍 你再说一个 挑不起这 嘛 说呀 不是你不得说完了 我得说 我说完了 我没跳你再来 听着 大南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手里处这个蹦白的 白乎的蹦棍 说呀 听着 听着 大南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手里处的蹦白白 我这是电门子吗 我这 我没走吗 你说不说话呢 别说话 听着 大南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手里处这个蹦白的 蹦棍 蹦棍 说完了 见见到空地儿吗 对呀 你来个老头猪乖乖乖 你说的就哇 这个 觉得简单 您说上来说上 老头猪乖乖乖 老头赏乖乖乖乖乖乖 不嚼乖的 是 见到这儿绕口链 对呀 跳上 来 到哪边来的 我们一般是打南边反正 先那边来的 对 说了啊 对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白乎的老头得八十多岁的 你管他多的孙叔干嘛 你 你看他就问明白了 五十多岁胡子是黑的 七十多岁胡子是化的 八十多岁胡子都缺歪 你别管 就白乎的老头 白乎的老头 对 听着啊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乖乖 手里处了个梦白老头 帅来了 你先等会 帅来了 你别买 帅来了吗 烦了 当烦了 烦了 我们这是老头出拐棍 我这儿干的 你这是拐棍出老头 你这是 拐棍不对 烦了 拐棍出老头 不不不 老头出拐棍 老头出拐棍 那拐棍出老头能不捅死了吗 老头出拐棍 老头出的棍 听着啊 说大那边来那个白乎的老头 就是手里煮这个奶油冰棍 听 快来了 奶油冰棍才那么点 那煮得了吗 那个 你你 你急我再说一遍 我再听听 最后一遍啊 我再听听 听着啊 大南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手里煮这个蹦白的白乖蹦棍 明白了 解个字 咱蹦见了 蹦 嘴皮得蹦紧了 说 是 听着啊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一棍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 老头跟我咬仇是怎么着 蹦 白乖棒棍 白乖棒棍 听着啊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老头蹦啥 我蹦咱蹦了 你这能说吗 蹦 蹦的棍 哎 蹦白的白乖棒棍 听着啊 说大那边来了个白乎的老头 老头手里煮了个蹦白的白乖棒棍 这还没了 这还 这还没了 行吧 帅上来的吧 行行行 死去吧 你等会 哪我就死去 帅上来的啊 没有 没有 换一个啊 换一个 行这个啊 是了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别糊润乱炖 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罢了 啊 讲个人没多少糟糕 我告诉你吧 怎么了 能快破豆腐 吃起来没完 你管着管不着 能说吗 说这个啊 听着啊 来 对于豆腐 对于豆腐 对呢 跟那个动 得分清楚了 哎 分清楚了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听着吧 你后面说后面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来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你吃了怎么办 我会炖 你得会炖呢 对你不会炖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 我会炖我炖冻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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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炖冻豆腐 我炖冻豆腐 你跟我鸡骂眼能说上来吗 你不会 废话 你不会 听着啊 嗯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不会炖 你不会炖我不会炖 瞧见了本子啊 那 你真是够笨的 你这吃鞋里有毛病 有什么有毛病 你来画一根吃鞋里有毛病 再换一个 这个不行你再换一个 听这个 说吃葡萄不炖葡萄皮 不吃葡萄都炖葡萄皮 去看看你娘 怎么着踩着您了 这次绕口令嘛 啊 那介方邻居七岁的小孩都会说这个 小孩都会说 吃吃吗 吃葡萄 听着啊 说吃拼头 吃拼头懂吗 我还吃杯头了 说吃杯头 杯头干嘛 吃什么啊 吃葡萄 吃葡萄 听着啊 说吃葡萄不动葡萄皮 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别美 我来包花生仁干嘛 转上来了 你说上来什么 你得说一遍 我得听听 又来一遍 又来一遍听好了 吃葡萄不躲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躲葡萄皮 明白了 这个 这个 这故事也挺明白的 说着吃葡萄 这个皮儿别催出去 从塞磅就催着 再吃一个葡萄 把这皮儿 催出去 一遍听一遍听一遍 一遍听一遍 这叫吃葡萄不躲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躲葡萄 说上来 行吧 行了啊 你看看咋会说这个 对吧 来个难点的 你别来那个难 你把你那个压箱底的 压箱底的 超过你师父的那个 你拉点那个咋听听 就压箱底的 超过你师父 超过你师爷的那个咋听听 最难的 来拉的我听听 行 你听这个 这我老师教我的 我都说不明白 我听着 你说来 我绝对能说来 我都说不明白 你不行 那来一回 你要能说明白了 我拜你为老师 你拜我为老师 拜你为老师 来不你说 听这个 来一回 大南边 来了个喇嘛 等会 喇嘛什么 喇嘛 喇嘛僧 和尚 叫下那个 口外的僧人 哎对 和尚 出家人 哎对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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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头提着五斤喇嘛 喇嘛什么 鱼 喇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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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头憋着个喇叭 喇叭什么 吹的 吹的喇叭 提喇嘛喇嘛要拿 喇嘛换别喇叭哑这喇叭 别喇叭鱼 不愿意拿喇叭换 提喇嘛喇叭这喇叭 别喇叭哑啸就鸡了 拿喇叭 打着提着喇嘛喇嘛一喇叭 提喇嘛喇嘛也鸡了 拿喇嘛 打着别着喇叭哑一喇嘛 也不吃 提喇嘛喇嘛拿喇嘛 打着别着喇叭哑啸也不吃 别喇叭哑拿喇叭 打着提着喇嘛喇嘛一喇叭 提喇嘛喇叭回家顿喇嘛 别喇叭哑啸 回家 叮叻大当 吹喇叭 明儿见吧 你回来 你别明儿见 说上来 说这四样吧 对 说不上来 你这死这 这玩意还够大了 你这狼吗 逃吗 腰吗 老吗 对喽 这四样 就这四样 是中辈 对 到哪边来 又不乱了 到南边 那边来 听着啊 说到那边来 那个喇嘛 手里拿着七八截打嘛 你等会 手里拿着七八截打嘛 五斤 五截够吃吗 管着够不够吃 五斤那不绕嘴吗 五斤 听着啊 说到那边来 那个喇嘛 手里拿着五截牙巴 你等会 拿牙巴怎么骂呀 手里拿着五斤牙巴像话 那牙巴让 低着嘛 废话 得低着唐嘛 对嘛 那边来这个喇嘛 手里拿着五斤唐嘛 北边来这个牙巴药里头 别这个牙巴 别这个喇叭 对 别这个喇叭 低了他们的牙巴 低了他们的喇叭 要拿牙巴 要拿喇叭换牙巴 换个牙巴 喇叭换牙巴不换呀 不是换牙巴 换牙巴 换牙巴 牙巴 牙巴不累换呢 牙巴看出来了 他那个 牙巴不够无尽呢 还有偷撑的事 牙巴不够无尽 他看出来了 牙巴都说呀 说牙巴会说话吗 跟我这样干嘛 牙巴不会说话 牙巴要说 还没说了 心里都说了 说 我不能跟他换呀 喇叭一下都急了 咱都说这个 喇叭脾气也脆大 拿这个糖嘛 就从这个 套出来 就从这个 瓶 给这个牙巴 来了一下 他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这个牙巴 牙巴也急了 牙巴从裤子里 都套出来了 拿这个 拿这个喇叭 拿这个喇叭 就瓶 给这个糖嘛 来了一下 最后 对 对 说对了 说 拿这个 喇叭 拿这个 最后就是 俩人都没换 没换 没换呢 这个牙巴 都着急了 牙巴 牙巴不乐 换这个 最后牙巴回去 都吃这个 就这个 吹喇叭 吹喇叭 牙巴会吹喇叭 他们会 对那个 他们育吃 就吃 吃葡萄 葡萄 葡萄片 不吃葡萄 葡萄 葡萄片 没有说回去了 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